一個非常駭人的一個現場 滿城幾乎舉白旗 這個在哪裡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境 我說在馬來西亞 你聽了一定覺得非常的震撼 因為馬來西亞 雖然是東南亞複數先進的國家 它怎麼現在 幾乎遍地開花在舉白旗呢 我先來講馬來西亞 為何我說它東南亞相對複數與進步 你知不知道其實半導體 全世界它是主要生產國之一 它目前是全世界半導體 第七大的出產國 它因為現在疫情失控 而且前幾天我在這裡 跟觀眾朋友報告過 馬來西亞的封城 警戒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管制的狀態是無期限的 你不知道何時才會解封 所以導致了半導體 現在供貨池傾 還有像是高階的被動元件MLCC 現在也成為了一個供應鏈中的斷層 因為馬來西亞現在的疫情 我們之前講說從模範聲道開始失控 逼著他們的這個總統不得不下令要無限期 那這一無限期你會造成經濟的衰退 失業率的激增 還有人民對政府很失望 他們覺得馬來西亞政府的防疫 是遭性立凱 好 我剛才講的不管是身心靈再拒 都受損的情況下 出現了一波親身潮 那結果就有人是在天橋上親身 然後被人來希望的這樣的一個目擊者拍到 那後來就有人就說我們應該要發起一個互相扶持的運動 叫舉白旗 舉白不調運動 舉白不調 病毒投降嗎 來 有人就說是病毒投降 但有人不這麼認為 有人認為舉白旗就是告訴你 我掛白旗 我需要I need help 我需要幫助 所以當你看到挨家挨戶誰舉白旗 馬來西亞人還真的很有愛心 馬上上前關心 像有一個孕 一個爸爸 他的太太已經懷孕了 他又有兩個RODEB的小孩 他失業他無以為繼 他直接舉白旗 馬上就有人去他家關心說 你是不是需要幫助 好 那你現在知道馬來西亞現在發揮了 同胞愛人 積積積人力 你幾利對不對 然後剛剛我也講了 因為政府無能導致民眾失業 經濟率退 而失望還保持親身率大增 這個時候政府官員出來講話了 一定要安撫人心 錯 他不但沒安撫人心 他還似乎有點類似看衰 馬來西亞有一個國會的議員 畫面你們能不能看到 就是這一位 他就出來講 舉什麼白旗 幹嘛舉白旗 就像俊相剛剛講了 你是像病毒投降 就他 這位老兄 他說你是像病毒投降嗎 不 我們不要舉白旗 我們應該要雙手核實祈禱 祈禱這個病毒趕快退散 當然啦 我坦白講 如果病毒靠祈禱就能退散的話 早就去年病毒就退散了 你防疫無方 人民受苦舉白旗 是最後的城抗跟請求跟救命了 你居然講出這種話 你舉白旗有用 因為你舉白旗人家就會送物資來 那你雙手祈禱核實 你是能有什麼東西來 好啦 那結果這樣的 我們講的一個其中的一位 國會議員的代表 讓民眾失望 還有更失望的 就是我們常講上行下校 馬國總理的屬一個部長 叫穆斯達法 他既然在防疫期間 你就已經說不可以在餐廳內用 他還在餐廳內用 部長 總理屬的部長 就是這位老兄 然後被抓到之後 他才公開盜竊 所以你就會知道政府是不是有能力 能夠把疫情給控制住 是人民最後一根救命的稻草 而不是給人民落井下石